长篇小说《推拿》是一部描述盲人生活的作品 让我们透过故事沉默的外表 聆听人物内心的绚烂 就像一条静默的河流缓缓流过 有漩涡也有温暖 夹杂着无奈也携带着苍杂 作者 碧飞宇 演播 赵薇 季婷婷的离开最终还是金烟下的狠手 金烟来到医院 意外的发现都红和季婷婷原来是不说话的 季婷婷在八戒 都红却不搭理他 季婷婷嘴巴里的气味已经很难闻了 金烟的心口一沉 就不能做些什么 也不能说些什么 只能一只手拉住季婷婷 一只手拉住了都红 金烟的左手被季婷婷拉得紧紧的 右手却又被都红拉得紧紧的 这是两只绝望的手 刹那间金烟也就很绝望了 究竟是长时间的姐妹了 金烟知道季婷婷的心思 同样知道都红的心思 两个人真的都很难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事 金烟自作主张了 她大包大揽的性格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金烟什么也没有说 回到推拿中心 替季婷婷婷在沙富明的那边请了仗 托前台的高尾买了火车票 命令太来替季婷婷收拾好全部的家当 第二天的傍晚 金烟叫来了一辆出租车 和太来一起出发 她把季婷婷骗出了病房 先是和太来一起把季婷婷拽进了出租车 接下来又把季婷婷飞上了火车 三下五除二 季婷婷就这样上路了 金烟回到了医院 掏出手机 拨通了季婷婷 金烟什么都不说 只是把拨通了的手机避到了都红的手上 都红不解 犹犹豫豫的把手机送到了耳边 一听 却是季婷婷的呼喊 她在喊 妹妹 但接下来 都红就听到了火车车轮的哄响 都红对时就明白了 全明白了 一明白过来 就对着手机喊了一声 姐 这一声姐 要了都红和季婷婷婷的命 两个人都安静下来 手机里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了车轮的声音 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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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在向着不知道方向的远方狂奔 越来越远 独红的心 就这样被越来越远的动静抽空了 她再也撑不住了 一把和尚手机 歪在了金烟的怀里 说 金烟姐 抱抱 抱抱我 小马走了 季婷婷走了 独红在医院里 推拿中心 一下子少了三个 明显的空了 原来空是一个这么具体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可以准确无误的感受到它 就一个字 空 稍稍安静下来 沙富明请来了一位装修工 给休息区的房门装上了门西 现在只要有人推开房门 推到底 人们就能听见门西有力而又有效的声响 那是他的一声 房门吸在了墙壁上 叫人分外的放心 叫人放心的声音 二的大拇指替代了所有的内容 反顾的盘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人们都格外的小心 生怕弄出什么动静来 推拿中心 依然是紫气沉沉 沙富明一改往日的作派 动不动就要走到休息区的门口 站住 他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把玩休息区的房门 他扶着房门一遍又一遍把房门从门西上拉下来 再推上去 再拉下来 再推上去 死气沉沉的推大中心 就这样响起了门西的声音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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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西的声音被沙富明弄得很烦人 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 主要 还是不忍 沙富明在暗恋独孔 这已经不是秘密 他一定后悔死了 早就有人给沙富明提起过 希望在休息区大门上安一个门西 沙富明嘴上说好 却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 某种意义上说 他是这一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 没有人会追究他 但不等于沙富明不会追究他自己 他只有一遍又一遍的 把房门从门西上拉下来 再推上去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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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富明后悔啊 肠子都毁烂了 真是肝肠寸断 他后悔的不只是没有安装门西 他的后悔可大了 说什么 他也该和他的员工签订一份工作合同的 他就是没有签 他一个都没有签 严格的说 盲人即使走向社会 即使自食其力 盲人依然不是人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 盲人没有组织 没有社团 没有保险 没有合同 一句话 盲人压根就没有和这个社会构成真正有效的社会关系 即使结了婚 也只是娶回了一个盲人 或者说嫁给了一个盲人 这是一个量的积累 而不是一个质的变迁 盲人和这个社会一点没有关系吗 也有 那就是每个月从民政部门领到的一百元人民币补助 一百元人民币 这是一个社会为了让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安稳 所做出的一个象征 它的意义不再帮助 而是让自己理直气壮的遗忘 盲人 残疾人 终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可是 生活不是象征 生活是真的 它是由年月日构成的 它是由小时分钟和秒构成的 没有一秒钟可以省略过去 在每一秒里 生活都是一个整体 没有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 就可以自食其地 盲人是黑户 每一个盲人都是黑户 连沙富明自己也是 盲人的人生 有点类似于 英特网络里头的人生 在健全人需要的时候 一个点击 盲人具体起来了 健全人一关机 盲人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虚拟空间 总之 盲人既在 又不在 盲人的人生 是自是而非的人生 面对盲人 社会更像是一个瞎子 盲人始终在盲区里头 这就决定了 盲人的一生 是一场赌 只能是一场赌 必然是一场赌 一个小小的意外 就足以让你的一生 输得精光 沙富明丢下休息区的房门 一个人来到了 归拿中心的大门口 拼了命的眨巴他的眼睛 他向天上看 他向地下看 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盲人没有天 没有地 所以天不灵 所以地不应 作为一个老板 沙富明完全可以在他的 推拿中心里头 建立一个小区域的社会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义务 他完全可以在录用员工的时候 和他们签署一份合同的 一旦有了合同 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 要求员工们去购买一份保险 这样 他的员工和社会就有了关联 再也不是一个黑户了 他的员工 就是人了 一群推拿店里的盲人按摩师 私密而真实的另一种人生悲喜 快乐 忧伤 有生中国 有你 有我 倾听美妙的声音 感悟五彩的生活 呼吸清新的空气 体验美丽的人生 让眼睛不再疲惫 让耳朵不再孤单 有生中国 让声音更加五彩斑斓 让阅读 增篇更多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声音 来自有生中国 为您精心搜集整理 更多精彩有生小说 请访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 矛盾门学奖扩奖作品 推拿 作者 碧飞鱼 关于工作合同 沙富明不是没有想过 在上海的时候 他就想过 他十分渴望 和他的老板 签订一份工作合同 大伙儿就窝在宿舍里头 七嘴八舌的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 谁也不愿意出面 这件事 就这样耽搁了下来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征 人们不太情愿 为一个团体出头 这毛病 在盲人的身上 进一步放大 反过来 却成了一个黄金原则 凭什么是我 中国人 还有中国人 另外的一个特征 侥幸心重 这毛病 在盲人的身上 一样被放大了 反过来 也成了另一个黄金原则 飞来的恨货 不会落在我的头上 不会吧 凭什么是我呢 工作合同的重要性 沙富明是知道的 没有合同 他不安全 没有合同 往粗塑里说 他就是一条野狗 生死由命的 命是什么 沙富明不知道 沙富明就知道 他厉害 他的魔力 令人毛骨悚然 但沙富明 因为工作合同的问题 终于是生气了 他在生同伴们的气 他们合起伙来 夸他聪明 夸他能干 其实是拿他当二百五了 沙富明不想做这个二百五 你们都不出面 凭什么让我到老板的面前 去做这个冤大头 工作合同的事 就这样拖了下来 沙富明毕竟也是盲人 他的侥幸心和别人一样重 你们没有工作合同 你们都好好的 我怎么就不能好好的 为此 沙富明后来悄悄打听了一下 其他的推拿中心 也都没有合同 沙富明于是知道了 不签合同 差不多成了所有盲人 推拿中心的潜规则了 在筹建沙宗旗推拿中心的过程中 沙富明立下了重院 他一定要打破这个丑陋的潜规则 无论如何 他要和每一个员工 规规矩矩的签上一份工作合同 他的推拿中心再小 他也要把它变成一个现代企业 他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上体现出现代企业的人性化来 管理上他会严格 但是员工的基本福利 必须给予最充分的保障 奇怪的事情 就在沙富明当上老板之后发生了 并不是哪一天发生的 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前来应聘的员工 没有一个人和他商谈合同的事宜 他们没提 沙富明也就没有主动过问 逻辑似乎是这样的 老板能给一份工作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还要合同做什么 沙富明想过这件事情 想过来想过去 还是盲人胆怯 还是盲人摸不开面子 还是盲人太容易感恩 谢天谢地啊 老板都给工作了 怎么能让老板给签合同呢 盲人是极其容易感恩的 盲人的一生承受不了多大的恩责 但盲人的眼睛一瞎 就匆匆忙忙学会了感恩 盲人的眼里没有目光 泪水可是不少 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前来应聘的员工 都没有提及工作合同 那就不签了吧 相反 沙富明在推拿中心的规章制度上 做足了恩责 这一来 事情倒简单了 所有的员工和推拿中心 唯一的关系 那就是规章制度 在推拿中心 所有的规章制度里面 员工只有义务 只有责任 这是偏经地义的 他们没有权利 他们不在乎权利 盲人真是一群特殊的人 无论时代怎样的变迁 他们的内心一直是古老的 原始的 荒芜的 也许还是亘古不变的 既然整个社会都没能为他们提供一个给予保障和帮助的组织与机构 那么他们反过来就必须报定一个东西 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他 命 这命是看不见的 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存在 一个巨大的覆盖的操纵的决定性的 也许还是无微不至的存在 像亲爱的危险 一不小心你的门牙就撞上了他 关于命 该怎样去应对他呢 积极地 行之有效的办法 只有一个字 认 哎 认了吧 认了 但认是有前提的 你必须拥有一颗刚勇并坚韧的侥幸心 你必须学会用侥幸的心去面对一切 并使这颗侥幸的心融化开来 灌注到骨髓里去 他们铿锵有力 一个看不见云的人 是不用惦记哪一块云底下有雨的 有雨也好 没雨也好 认了 我认了 后来的事情就变得有些顺理成章了 在沙富明和张宗奇最为亲密的时候 他们盘坐在床上 两个几乎是无话不谈 两个年轻的老板如沐春风 他们的谈话却从来没有设计过员工们的工作合同 有几次沙富明的话就在嘴边 鬼使神差的又咽了回去 张宗奇那么个精明的人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不会不知道 他一定也咽下去了 咽下去 这是盲人最大的天赋 做老板可以咽下去许多 做员工一样可以咽下去许多 盲人总有第一流的吞咽功夫 因为盲人具有举世无双的消化功能 后来的情形有趣的 也古怪了 工作合同的话题谁也不提 工作合同反而成了沙富明张宗奇 和他所有员工面前的一口井 每一个人都十分自觉的不约而同的把他绕了过去 沙富明既没有高兴也没有失望 说到底 就有哪一个老板喜欢和员工签合同呢 没有合同最好啊 所有的问题都在老板的嘴里 老板说yes 那就是是 老板说no 那就是不 只有权力 不设其余 这样的老板做起来要容易得多 完全可以借用一个时髦的说法 那就爽歪歪啊 命运却出手了 命运露出了他带刺的身影 一出现就叫人毛骨悚然 他用不留痕迹的手掌把推拿中心的每个人都摸了一个遍 然后歪着嘴飘中了都红 他的双手摁住了都红的后背 咚的一声 他把都红推进了井里 都红在井里 这个井刚好可以容纳都红的身躯 他现在就在井里 沙富民甚至没有听到井里的动静 沙富民没有听到任何挣扎性的努力 事实上 被命运选中的人是挣扎不了的 沙富民已经近乎窒息 比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还要透不过气来 井水把这一切都隐藏了起来 他的深度决定了阴森的程度 可怜的毒货 宝贝 我的小妹妹 如果能够救她 我沙富民 愿意把井挖掉 可是怎么挖 怎么挖呢 单相思是苦的 纠缠的 锐利的 而事实上 有时候又不是这样 在都红受伤之前 沙富民每一次思念都红的时候 往往又不苦 只是纠缠 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手转 还有猝不及防的温情 这柔软和温情让沙富民舒服 谁说这不是恋爱呢 他的心像洒了太阳 在太阳的底下暖和和 散洋洋 刚才您听到的是 矛盾门学奖获奖作品 推拿 对 作词 感谢观看